嗯 学到一个很傻瓜的藏色技巧 藏色的目的就是在不破坏黑白灰的关系下去丰富一下颜色 你只需要一个混合模式是色相的涂层就能把这事搞定 先了解下原理 现在底色是一块绿 混合模式是色相的这个涂层上 我加一块红 然后再加一块深红 再加个鲜红 没有变化 是吧 对 它就是指认色相 不管饱和度 不管名度 这不正好就跟藏色的两个要求对上了吗 看这一块 其实我可以在头发里面去藏一点衣服的蓝色对吧 那我就吸个蓝色 直接在这个色相的涂层上面去画 还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绿 脖子阴影里也可以藏点蓝色 耳饰周围反射的绿光 颜色藏好后在上面创建一个饱和度涂层 拖个灰色进来 查看一下黑白关系完全没有被破坏 让我们再来做个实践 在这个黄苹果上去加一些周围物体的反光 这个大芒果上加一点周围的绿色 头影里也带一点绿 一个特别简单又很出效果的藏色方式 你学会了吗